原标题 日军在中国农村的丑恶姿态 1938年4月 金浦县兰陵镇的一户农甲已经被日军占领 一群日军正在用农户家的铁锅洗涤脏衣服 1938年4月 南京日军上部队进行运兵式 运兵地点在南京附近的农田 1938年4月 金浦战县最前线 日军对农户仓库进行猛烈射击 1938年4月 金浦战县最前线 一群日军在嵌喉里点香烟 以缓解连续作战之疲劳 1938年7、8月间 罗金要塞附近的一户农家被日军占领 日军正在进行吹噬活动 1938年8月 星子县郊外 日军多田部队正在进行突击展 1938年8、9月间 日军清幕部队向九江德安进军 行军过程中 践踏中国百姓的庄稼 以上图文犬自日本侵华图志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高晓燕、王锡良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日本侵华图志共25卷 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献文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年博史研究中心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并入选十二股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年度入库项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